悲剧发生了 我的前几天不是刚开箱了一窝 红族 红族血蒙蚁 然后这才几天嘛 相见时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现在已经阴阳两个 然后我给放的 面包虫 还活得好好的 但是 他们已经 但是为什么蚂蚁们都已经这样了呢 嗯 这个潮我我已经养死了三五蚂蚁 是不是干死的呀 这种潮保水保湿性特别差 比老加水加水多了呢 这个玩意会 发美 所以 这种潮大家都是怎么用的 多久放一次水啊 北巨眼红族血蒙蚁 本来想 给大家录一个它卵 因为我看已经产卵了嘛 之前我注意看的时候 我想看一下卵的情况 结果打开一看 全都 全都这样了 有个人告诉我是不是渴死的 加水不及时渴死了 还是怎么样呢 悲剧啊 之前的时候在这个潮里 练练蚂蚁 然后后来也死的特别多 然后我把它们给取出来了 怎么能 保湿呢 然后因为加水加多了 它发霉呀 这种的这种潮 总会发霉 我怀疑是 应该是湿度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养蚂蚁 基本上都是用湿管潮 带湿管的那种潮来养 好保湿 这种就 难受 难受 不依据啊 我只想说 红族血蒙蚁 谁能告诉我 适合用什么潮怎么养 如果用湿膏潮的话 加水是怎么加的 你每天加吗 还是说观察一下 再加 然后是高潮发霉了怎么办 那喂的话 除了喂面包虫 还要喂什么 那水的话 就是饮用水 它有两个水吗 一个是保湿水 一个饮用水 那喝的水的话 大家 是怎么来加的 我这边就没有什么 我们一直没搞明白这个事 所以又扬死一窝 悲剧啊 悲剧啊 再加水